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3月20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讲今天的新闻提要 国际批评23条削香港人权自由 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受质疑 欧洲议会和多个人权组织 呼吁加大对中港官员制裁 最新的民调显示 发承香港和台湾人认同民主是良好的管治方式 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周二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 应美日等多个国家和机构先后发表声明 憂慮香港法治、人权自由等受损害 外媒更花大篇幅报道23条立法 令香港的议题再成为国际焦点 港府以至中国外交部作出反驳 批评个别国家和人士诋毁抹黑 听下董书月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二 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引起多个国家发声反对 其中英国外相卡梅伦在声明里批评 立法会闯处通过新的国安条例 将进一步损害香港的法治 折制以及权利和自由 他说条例扩大解释国家安全和外部干预 将令到在香港生活 工作或者重伤的人面对更多困难 美国参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 也发声明关注立法 认为港府是继续按北京的要求行事 同时令他对美国公民、企业和独立媒体 在香港的安全和运作感到担忧 他说鑑于中国持续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 美国国会将继续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美国法律之下获得的优惠待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涛 谴责港府闯处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 形容是人权保障的倒退 除了西方 日本外务省星期三也发声明 直至1997年以来 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发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高度重视维护自由开放的体制 确保香港的民主稳定发展是日本一贯的立场 而23条进一步削弱民众对一国两制框架的信心 日本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周边事态发展 并呼吁中方和港府 确保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尊重 翻查多家外媒报导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成为焦点新闻 其中BBC的报导 标题以强硬来形容23条 指香港抗争者过去多年反对23条立法 谭博的几篇报导 除了关注23条令香港进一步中国化 更提及对香港经济的忧虑 有标题报导说 香港在《国安法》后 在巩固金融中心的角色上面临斗争 CNN关注23条令香港更进一步变成中国城市 而《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都有提及 《立法进一步威胁港人自由》 而《纽约时报》更直接指立法系向北京低头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 堅決反对个别国家和机构 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强调他们绝对不会得逞 中方对个别国家和机构 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在香港针对外国对基本法23条作出批评 港府积极作出反驳 特区政府发言人星期三发声明说 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一些未西方国家 反华组织、外国媒体、走路外国的通缉犯等 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获立法会全票通过后继续作出抹黑底位 极为误导和错误的言论 强调今次立法根本是民心所向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7月3日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也批评美西方国家不断抹黑23条立法 针对英国外相卡梅伦的言论 香港保安局更法盟坚决反对 指他已不实和偏颇言论抵毁立法 保安局长邓炳行说 靠梅伦一再针对条例作出失实和无理言论 迅速政治抹黑、政治伎俩卑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欧盟就香港23条立法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 认为该法会严重波及欧盟国在香港的机构、公司和公民 以及令香港国际商业中心的吸引力受质疑 旧周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 以及一众人权人士和组织呼吁欧盟 制裁李家超等中港官员 听下胡瑞南报道 欧盟周二就香港23条立法发表声明 担忧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潜在影响 会加剧对香港基本自由和政治多元的侵蚀 引发对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长期吸引力的质疑 声明指23条模糊的条款和广泛定义 特别是涉及外国干涉和国家机密的条款 以及大幅加重的刑罚和域外影响力和追溯适用性 都令人深感担忧 可能严重影响欧盟代表处、欧盟成员国 在香港领事馆的工作 并可能影响在港欧盟公民、组织和公司 强调欧盟将会继续评估香港国安法的影响 并敦促香港当局保护香港人民行使权利和自由 呼吁中港当局增强对香港特区 在一国两制之下高度自治的信心 遵守《基本法》和国际承诺 在星期三 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比蒂科夫都发表评论 指23条让每一个有法治思维的人无骨悚然 北京的鹰犬们对香港的压迫和渗透 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境地 他又说对欧盟来说 正确的做法是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正如美国早已采取的做法 和欧洲议会长期以来的要求 更多人权人士和组织都纷纷呼吁 要对涉及的中港官员加大制裁力度 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华穆青 呼吁国际社会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第23条制定的新国安法 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成就 我们登出国际社会发表声明 并采取行动支持香港人民和我们 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 流亡德国的香港本土派民主人士 自由香港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黄台仰就表示 预料23条下香港民众将会彻底失去自由 新的国安法我们可以预示到 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将会进一步被收紧 欧盟就着23条立法的声明 它的用词比过往强硬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足够令到中国 改变它专制的行为 只有当欧盟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因为23条立法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 他们才会感到恐惧 波兰学者Youtuber斯坦 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认为 欧盟在香港问题上被美国反应辞制 他表示美国能引领民主国家 协同对北京和港府的制裁 此外他认为要观望港府 是否在23条立法之后 直接触合欧盟在港机构、企业、公民 一旦如此相信欧盟会跟进制裁 欧盟的做法其实一直都是比美国稍微慢一点 我们应该要看美国接下来的作为是什么 会不会出制裁 因为如果美国带头的话 欧盟也可能会推动对中国政府对港府的制裁 我们要看未来23条立法之后 如果有一些欧盟国家因为被 以四违反国安法而在香港被招牌 会导致欧洲对香港制裁 根据欧盟香港年度报告 欧盟是香港最大外企来源 但是近年越来越多欧盟企业撤出香港 已经导致大量工作人口流失 香港此前已经获称国际金融为止 23条立法之后预料外资会加速撤离 对此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说 这是香港的历史时刻 在国安得到有效保障下 香港将会更繁荣稳定以吸引投资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都辨称 23条将会确保香港繁荣稳定 并维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和民主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湖水南报道 香港立法会周二通过23条立法 西方国家反应迅速 应美日欧盟在24小时内发出谴责声明 用词比2020年通过国安法时更严厉 有人权组织表示 根据西方国家的反应 可以预计香港很快被孤立 仍商环境恶化 香港最终都要全面倚靠大湾区 听下江永报道 翻查本台历练报道 比较国际社会如何反应两条恶法立法的消息 外国政府和组织对23条的批评 比港区国安法严厉得多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 近年来不断就香港问题向西方国家游说 他对本台表示 相较香港2020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 今次国际社会对23条立法反应更大 形容这是意料之内 因为23条刑罚更重 而且有域外法权 牵涉外国人在香港的利益 我认为首先忧虑的是 这个新法律对香港的基本人权 公民自由和法治的影响 但我也认为人们对香港的商业影响非常担忧 因为根据这个牵涉非常模糊的间谍 涉取国家机密 拥有国家机密条款 潜在地可能对进行正常研究 市场研究 公司进职调查的企业产生影响 我认为这是外国政府这么担心的另一个原因 罗杰斯担心香港将会被西方国家孤立 政治和经济上都会被逼更靠近中国大陆 而随着外资离开 营商环境也会进一步恶化 在具体行动方面 各国政府有力地回应港区国安法立法 英国、澳洲、加拿大及日本先后改变移民法规 以人道援助为理由 设立特别渠道接纳香港人入籍 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南 又宣布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美国和加拿大中止敏感军用物品 和防卫装备出口至香港 前者更限制美国国防及两用技术出口 另外影响更深远的是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案的香港自治法得度通过 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行政部门制裁中港官员 包括前特首林郑月娥 现任特首尼加超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令到三人都不能开设银行户口 需要以现金出粮 他们更因为制裁令 不可以接见西方社会的官员 自由亚洲电台 江永 美国华盛顿报道 美国皮邮研究中心周三发表民调显示 台湾和香港均有余八成人认为民主是良好的管治方式 不过香港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市民 送伤强人独裁统治 认为军政府更有利的受访者 仅有百分之十五 分析认为 不排除港府过去几年洗人口 再加上大批支持民主的港人移民 影响民调结果 听下中广正报道 皮邮最新公布一份去年夏天进行的民调 有关哪种政治制度对社会管治有好处 在台湾 百分之八十四的成年人认为 最能够呈现民主的多党制 是良好的治理方式 香港就有百分之八十二持相同看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专制统治的选项中 台湾只有百分之七受访者认同一党专政制度更好 但是香港反而有百分之二十一 至于由强人领袖独裁统治 香港亦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支持 台湾只有百分之五 最极端一些的军政府统治 台湾只有百分之七人支持 香港就多出一倍去到百分之十五 民调同时发现 台港两地民众对政治体制的看法 往往会因教育背景而大不同 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 更倾向支持一党统治 专家统治独裁和军政府统治 在香港表态支持选举中 只有一个政党的人 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告出一倍 香港人是否对中国有情感 也影响他们对政制的看法 百分之三十二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港人 倾向认为独裁领袖会更好管治香港 相反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 只有百分之十八认为独裁较好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浦向本台表示 香港近四分之一受访者支持独裁 可能和新香港人有关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理政收益指出 应和独裁治港的人竟然占一定比例 可能和部分市民多年来政治冷感有关 他指台湾少数人支持专制统治 是由于历史上国民党一党专政期间 以及蔡英文被认为一党独大执政八年 期间都是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不错 使部分民众并不排斥独裁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 大律师周幸彤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半 在香港通过23条立法当晚 台北举行幸彤在监狱纪录片公开首映 出席的人均认为 周幸彤总会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即使入育也不能够令他消失 参与放映会后座谈的台湾学者觉得 面对23条的通过 香港人应该继续在自己的崗位做对的事 总会有希望 听下纯音报道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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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场104分钟 另外行彤在监狱的记录片 透过和周幸彤身边的人访谈 质捨他如何追求民主自由 再成为政治犯的经过 其中1989年 曾经到北京声援学生的香港律师 林阳宏 在片中形容周幸彤 亦都是片中自白 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是尽早 我不想给人的印象就是 坐牢就是一切的结束 所以我就会很着意 要继续说话 继续维持 所谓可见度 不是因为你坐牢就会令我消失 纪录片由东京大学教授亚古字旨 日本团体亚洲公共圈 和在英国的律师团体29原则 出品和发行 同样为人权工作的亚古字旨说 自己深受周幸同鼓舞 没有自由 不能用电脑 你查什么都不能用电脑这样的环境下 还在继续写文章 然后看书 然后跟场外的人对话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真的了不起 我们在场外的 海上比较自由的空间 我们不应该放弃的 为了令到更多人了解周幸同 29原则和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在台湾共同举办了三场公开放映会 在星期二的首场 大概有150人出席 会后有人高喊香港加油 被场内的人互相勉励 因为人权工作 认识周幸同十几年的台湾人汪先生 专程到场 他表示非常担心 在狱中的周幸同 他做的事情根本没有 在我们全世界来讲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没有违反任何的 关于人权的价值 这都是任何一个运动者 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众言员法律学者陈玉杰 就希望透过这一段片 令更多台湾人 以行动撑香港 基本法23条立法 在放映会同日通过 陈玉杰的形容 是再次将香港安全化 作为律师 陈玉杰觉得 23条根本就不能够 和英、美等民主国家 的安全法律比 因为这个和威权的思维 完全不一样 香港和中国 是以打压异议人士为目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信音台北报导 黎智英案控方 重返证人李宇宪 周三继续作工 他说 SWHK重光团队 没有会将和会员制度 不是所有会员支持制裁 重光团队曾经成功邀请 英国国会议员到 香港观察示威 支出由登报行动的 筹款支付 他并和对方会面 和总结当时香港发生的事 和自由民主状况 李宇軒又讲述成立 香港故事的由来 指原本是针对众筹问题 而成立的有限公司 除了他本人没有其他成员 听下胡瑟南报道 李宇軒周三一开庭 就主动就自己早前提及的 SWHK重光团队的性质 主动做补充 说这个组织没有会将 也没有会员制度 SWHK活动有不同立场成员参与 部分活动和制裁相关 但是不同意全部活动 或者全部会员都支持制裁 控方之后说 G南众筹登报活动 其中一个主题 是请求外国对香港 和北京实施制裁 但是李宇軒表示不同意 只是同意部分 广告有制裁字眼 控方及后再展示 由李宇軒制作的 登报活动帐目 李宇軒在庭上确认 当中Funder II 为Mark Simon和陈子华一方 Funder 17 就是美国信托基金户口 The Project Hong Kong Trust 控方再问 及G南众筹登报 结束后的后续发展 李宇軒益述 当时和团队成员 在Telegram群组 讨论是否继续登报 又确认他和陈子华 都不赞同继续登报 故两人一度退出G南群组 至于G南群组和SWHK之间的关系 李宇軒解释 两者都没有会章 或者会员制度 也没有特别原因 需要尽快成为正规组织 及至2019年底 G南和南炒巴 双方团队有整合 就重新命名为SWHK 但直言日常运作上其实并没有分别 控方下午继续围绕SWHK的活动提问 展示曾经成功邀请波斯里MP 8月31日到香港观察示威 李宇軒益述当时安排波斯里到街头观察示威者情况 包括警方使用催泪弹等 而波斯里访港的花费 就有运用中英联合声明登报行动的筹款 并表示不知道由谁提出波斯里访港 李宇軒另外确认 他成立《香港故事有限公司》 解释原意是透过成立社运组织的公司户口 收取和控制籌款款項 但后来众筹资金 已透过美国信托基金户口控制 加上以SWHK名义行事更为有效 所以公司就放在这里 控方今天又展示一个名为Coffee on Sunday的WhatsApp群组 由陈梓华在2019年9月29日开设 成员只有李宇軒和Mark Simon 李宇軒公称在群组开设之前 从来未见过Mark Simon 亦对对方没有任何认知 到后来才知道对方属黎智英一方 控方之后追问李宇軒如何得适 李宇軒就说自己是及后 或者从报章知道Mark Simon是黎智英的左右手 而在会面当日他没有和Mark Simon攀谈 控方另外追问李宇軒获邀的原因 他解释因为自己筹备过国际登报活动 加上当时参加过国际人权会议 在国际这条线上有做过事 控方就再问及国际线的意思 李宇軒就说是除了香港以外的国际 又说所做的事情包括提高对香港自由民主的认知 以及从光团队又进行国际游说 包括应对当时香港恶化的自由民主情况 他又同时向控方指自己不是想回避问题 但当时真的没有一个共识他们要做A B 还是C 至于和美国参议员的会面 李宇軒就强调当时确实说不出希望对方做的事情 最后只是空泛地表示希望美国做些事 并请求参议员能作出行动 但并没有谈及具体方案 审讯会在礼拜四再续 自由亚洲电台《湖水南》报导 2019年10月1日 警方反对民阵计划在港岛举行 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游行 但大批示威者聚集在金钟至湾仔一带 最终爆发警民冲突 其中10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罪 6人在开审前承认暴动罪 周三被判囚32个月 另外4人早前经审讯后 和被裁定罪成被判监4年 同案另一名被告 因管有六角时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 中国手机设备製造商华为去年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正考虑 将多家和华为有关联的中国半导体企业 跌入黑名单 具体的时机可能取决于两国关系的进展 大多数可能受到新制裁影响的中国实体 是一些由华为兴建 或者收购的晶片製造设施 知情人士透露 有机会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 包括晶片製造商心因 和深圳星围玉和彭生玉 另有两家深圳科技企业 也被指协助华为获得先进的设备 或遭到制裁 同时华府也考虑 将中国的液体晶片製造商长音储存 加入限制获得美国技术的实体清单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去年曾指出 华为正在打造一条秘密晶片供应链 透过他们的影子制造网络逃避美国制裁 当时彭生玉和星围玉 就被点名为影子工厂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考虑以中国作为 他新一届总统任期首个外访的国家 老头社交组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普京将在5月中下旬访华 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哈里姆林宫和中国外交部 都未有对消息置评 普京新一届总统就职典礼 大概在5月7日前后 报道指 普京会在习近平启程访问欧洲前访华 日期可能定在5月下旬 山西省欧洲市一名19岁少年赵偎 今年1月在家吃饭期间突然闻到猝死 是个父亲整理为何事 意外发现儿子离世前8个月内 连续16次到血章站卖血 当中最短只是相隔12日 死前10日 曾经被医院诊断为重度贫血 有心悸现象 而此出现造血功能障碍 最多试过一个月被抽血三次 赵芝杰指 儿子是透过中间人接触到血章站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有遍这些刚入社会的青年频繁卖 卖血 导致她的儿子长时间高频率抽血 造成血液再生功能疾病 最后导致死亡 有关人士必须要为此负责 恩州市甄府区卫健委表示 屋前事件正在调查当中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